噢噢噢噢 萬里血成功了 我一定要阻止 一定要阻止什麼東西 又衝過來 噢噢噢噢 又發射劍氣泡了 哪有這麼強的啊 那一把劍多少錢 小雪你 你不是用胡拉圈的嗎 成功了 萬里血成功了 做得好 小雪姑娘 一萬個人又死了 第第六顆萬里血已經到手了 小雪你 你怎麼了 過來這裡 跟我們一起回去 矛頭小鬼 本座今日是 在看小雪姑娘的份上 才勞過你們的 你又沒有打贏我 你在那邊 在那邊唱秋什麼 少等寸禁止 可恨 我要帶他一起 一起走 呵呵呵 本座也許 不敵你們 但你們真的以為 自己 是這把上古神器 你 軒圓劍的對手 你們 哪一把軒圓劍抵過十年練功 是不是 那你們把劍給我啊 我就不用練了 阿仇 昆倫敬 也許同樣是上古神器 可以對付那把劍 要拿出昆倫敬了 呵呵呵 昆倫敬 什麼事實 喔喔喔喔 劍 破掉了 什麼 破掉了 走吧 小雪姑娘 劍破掉了 他們走了 他們怎麼走的 他們怎麼走的 莫名其妙 他們怎麼走的 回來啊 小雪 你們怎麼走的 莫名其妙 人跑掉了 發生什麼事 人走不去啊 我身上只有六百塊 這發生什麼事情 先存檔 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在不知不覺中 就發 他們就走掉了 也不知道做了什麼東西走了 一道紅光出現 這裡可以進去嗎 小雪從這邊出來的啊 欸 莫名其妙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失敗了 現在怎麼辦 現在要回家了 登登 啊 這裡都變廢墟了 變廢墟了 殘破的零武菌 變廢墟了 欸欸欸欸 都廢墟了還打什麼 還打什麼啦 你們怎麼那麼喜歡打啦 到底在打什麼的 我還在哀嘆欸 啊 真的是 我們的禁被打爛了 看來絕對是冒牌的 嗯 可能只是路旁的那個 路旁的 路旁的 路旁的小雜碎有沒有 欸可是裡面藏著那個欸 饕餅欸 裡面藏著饕餅的 禁 既然是假的 那師父你不是 不是白白上師武功了嗎 太浪費了 太浪費了 沒關係啦 那個老環燈 管他的 管他的 我們先回家啦 先回城啦 對啊 我們要回到 回到那個了 回到 回到 欸欸欸 要走過沙漠 對 要走過沙漠 跨過黃沙大漠 然後 沿路回家 回家回家 蒙俠關 走過來了 走過來了 失敗了 又失敗了 要連闖兩關嘛 登登登 啊 失敗了 小雪拿艦隊的我們 萬萬也沒想到 小雪竟然倒戈了 正前倒戈 這真的是兵家大忌啊 我們輸了 我們徹底輸了 我們回來了 我們徹底失敗了 呃 登登登 孤獨郡王府 失敗了 失敗了 失敗了啦 陳公子 您終於回來了 我回來了 失敗了 郡主以為你在生他的氣 所以不告而別 他急得要死呢 點點點 急什麼 你急什麼 你急什麼 我現在很難過耶 你急什麼 你為什麼一隻眼睛這麼大 另外一隻眼睛就消失了 寧哥郡主 對不起陳公子 我還以為你們生我的氣 再也不願意回來了呢 上次我真的太激動了 如有得罪請你原諒我 對不起郡主 該倒見了應該是我們才對 郡主太客氣了 郡主處處 協助我們與 對抗宇文泰斯 可我們卻一再辜負郡主的期待 呵呵謝謝拓拔姑娘 嗯 這麼說你是願意原諒我囉 原諒你做什麼 我 我 我跟你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嗎 我 我完全忘記 我跟他有什麼問題耶 幹嘛要原不原諒 我有生他的氣嗎 也沒有喔 其實你們能回來太好了 我正擔心宇文泰斯的陰謀實現得太快 卻沒有人幫助我去阻止他 郡主 我想放棄了 我不想再去對抗什麼宇文泰斯了 看來小雪 對陳敬仇的打擊 實在太大了 我現在打擊實在太大了 嗯 我跟敬仇有同樣的想法 我現在打擊實在太大了 陳公子 你怎麼了 還在生我的氣嗎 不 跟你沒有關係 郡主 不是你的問題 阿醜這幾天 心情 心情一直蠻消沉的 請別介意 陳公子 你還好吧 拓拔姑娘 我們一定要趕快阻止宇文泰斯的野心 要不然真的萬劫不復了 表舅隨陽帝 許多勞民三才之舉 都是他背後慫恿的 萬一讓他這樣子 當了皇帝就糟了 怎麼可能是人家慫恿 我覺得你那個表舅就是有問題 隨陽帝耶 我有念歷史好不好 這我們都明白郡主 我跟你們一樣 不願意看到宇文泰斯的野心得逞 如今他已經擁有 情頂硬禁石 五項神器 我們只有在他前往洛陽通天塔 陳色九五之陣前 設法將神器奪回至少一樣也好 他已經收集了 目前宇文泰斯 親自坐鎮於泰斯府中看守神器 但我曉得 能有一個密道能偷偷潛入泰斯府後院 需要你們協 協 算了郡主 我們根本 鬥不贏宇文泰斯 好消沉喔 好消沉喔 登登登登登 陳公子 郡主 對不起 我們在靈母親遇到一些事情 阿仇受了很大的打擊 這幾天 心神十分恍乎 請你別見怪 頂是什麼 什麼頂 神龍頂阿 可是多八姑娘 如今時間急迫 天下稍有能力的 能力與宇文泰斯對抗之人 只剩下我們而已了 真的還假的 普天之下之大 我們竟然就要依靠這種 這種暖落的廢物 講這樣講太重了 這種 沒用的上家犬 欸不是 這 就要依靠陳進仇 好啦講來講去只能講這個啦 怎麼怎麼 我們 如果連唯一的希望都 唯一的希望所寄之 陳公子都這樣頂上 那我們起步 起步 對啊沒希望了 阿仇 郡主就這樣肯切 肯切請求你的協助喔 我們就答應吧 對不起 義兒姐姐 現在我實在沒什麼心情 在想這些了 阿仇 都是因為我介入這麼多不必要的事 才害的小雪被文太師控制了 是我牽累他了 從今以後 我再也不想管這麼多 復國之事 天下之事 誰來 都 都一樣 誰來說都一樣 走掉了 陳公子 陳公子 走掉了 誰來說都一樣 深夜 深夜 在彈琵琶了 好美的琵琶聲喔 沒想到 拓拔姑娘這麼了不起 能聞善舞 且 都如此的出色 郡主 你別取笑我了 其實我心正亂者 才深夜跑出來 一彈琵琶一邊想事情 邊彈琵琶能邊想事情喔 這麼厲害喔 原來如此 打擾你了 不過可以冒昧的問一下嗎 陳公子是發生什麼事了 陳公子是發生什麼事了 阿醜嗎 他是為了小雪離開之事 心裡非常內疚 都怪我不好 那時候神器被小雪姑娘帶走 是我自己擺臉色給她看 難怪她會難過 不是啦 跟你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你只不過是配角 為什麼要出來當主角 我不得不這麼講 不是的 有一件事情 郡主 阿醜在自責是因為自己的緣故 連淚乖巧的小雪 被捲入這些事情之中 哈哈 原來陳公子是為了這在煩惱啊 陳公子真是完全弄錯小雪離開的原因了 怎麼了嗎 什麼原因 弄錯了 不然郡主認為是什麼原因 哎呀呀呀呀 小雪姑娘離開的原因 是府內上下幾乎每個人都看得出來 拓拔姑娘當真不知 什麼東西 還要挑撥離間 我真的不曉得 請郡主告訴我 咦 拓拔姑娘這麼聰明 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在故意鬧我啊 咦 劇主 我當真不曉 懇請郡主告訴我 這麼清楚之事 兩位竟然都沒有察覺 難怪人家說當局者名 盤觀者清 了 哈哈哈哈 郡主我真心 想 真心想早一天替阿醜把小雪帶回來 請懇求你別賣關子告訴我 哈哈拓拔姑娘 可真是關心陳公子阿 但原因也可正是出在此 我覺得 我覺得他好像是 那個耶 挑撥離間 挑撥我們三人感情 是啊小雪 嗯 拓拔姑娘 小雪 是因為你的緣故 才被迫離開的 你說謊 不可能 因為我 我 我不會亂說 胡說八道 因為小雪姑娘也喜歡陳公子 可是 中間卻 一直 跟著 一個拓拔姑娘在啊 什麼 小雪姑娘也喜歡阿醜 嘻嘻 拓拔姑娘 其實你心裡也蠻歡喜 也蠻喜歡 一位 那位陳公子的對吧 我 我才沒有呢 拓拔姑娘 不必否認了 我們所有旁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小雪姑娘雖然 心中喜歡陳公子 但她不善表達 又與你相戰 很不下心與你相爭 點點點 她日志看著你與陳公子有說有笑 心 心 日生 想必無時無刻都心如刀割 你說謊 挑撥離間 她挑撥離間 她挑撥離間 所以 我問拓拔 我要問問拓拔姑娘了 如今 如果今天換作你是她 你會想怎麼做 直接離開 沒錯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阿 挑撥離間 拓拔姑娘 育兒 育兒腦袋又開始長動了 這不可能 不可能的 沒錯 不可能 你在挑撥離間 趕快說這句話 不會錯的 拓拔姑娘 在明日一大早 她與宇文太師傾城前 東都洛陽前 你還有機會與她私下會會面 問問 問她 夜生了 我先回發睡了 拓拔姑娘 見記著我說的話 自個 好好 回想 回想吧 她挑撥完了 她挑撥結束了 等一下 孤獨郡主 怎麼了 拓拔姑娘 我想起來 今天有一個 能 有一個密道能潛入宇文太師府 是真的嗎 呵呵拓拔姑娘 記性好 正是如此 我想麻煩你 帶我到那個密道 我想請陸太師傅 和小雪見個面 因為她說的有什麼 三分是真 七分是假 那個 那個 或者什麼 那個 郡主講的三分是真 七分是假 所以 在當局者很容易就 誤以為她講的都是真的 欸 拓拔姑娘 你要醒醒啊 不要受她挑撥離間 你們的感情這麼好 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她 她 向她當面把話問清楚 是嗎 不 是把她帶回來 一個時辰之後 一個時辰之後 一個時辰之後了 在這邊 我們要獨自潛入了欸 要獨自潛入 這裡就是太師府了 嗯 這裡是宇文太師的後庭 我已經買通這裡